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日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 以色列军队将以前所未有的力量 攻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报道称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 以防这场军事行动的规模 但内塔尼亚胡8日遇事 将会发生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 并誓言要进行强有力的报复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7日 从加沙地带发动突然袭击 向以色列方向发射数千枚火箭弹 并派遣武装人员进行渗透行动 以色列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 并正式向哈马斯宣战 CNN称 这位乙军在加沙地带 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8日可以看到坦克和运兵车 在以色列控制区和加沙地带的 边界附近地区移动 此外 已有大量的以色列预备役人员被征召 乙军还表示 正在撤离靠近加沙地带的多处居民点 以军方9日表示 以色列军队已经重新控制了 此前遭武装人员袭击的加沙周边城镇 双方在以色列控制区的战斗 已经告一段落 CNN报道称 在巴以新一轮冲突进入第三天后 以色列战机9日继续对加沙地带 实施致命空袭 巴勒斯坦卫生部称 空袭已造成至少687人死亡 其中包括数十名儿童和妇女 并导致数千人受伤 以色列军队电台9日则称 冲突已造成以色列方面至少900人死亡 数千人受伤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9日在发表电视讲话时警告称 以军对加沙地带疑似哈马斯目标的袭击仅仅是个开始 我说过 哈马斯运作的每一处地方都将变成废墟 这种情况今天已经在发生了 未来还会有更多 同一天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下令全面封锁加沙地带 并称将停止对其供应电力 食物、水和燃料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称 针对哈马斯的袭击摧毁了大约800个目标 打死了数百名武装人员 打伤了数千人 俘虏了数十人 CNN记者9日称 他们看到以色列部署在阿什杜德的防空系统 在拦截从加沙地带发射的火箭弹 哈马斯表示 作为对以军空袭的回应 在9日 又向以色列沿海城市阿什杜德和阿什凯隆 发射了120枚火箭弹 CNN报道称 空袭一直是以色列针对加沙地带采取的主要报复措施 以军战机反复轰炸这片人口稠密的地带 将多座建筑物移为平地 迫使数万人流离失所 让一波又一波受伤的巴勒斯坦人 前往已经不堪重负的医院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言人9日表示 大多数被送到加沙医院的伤者 都遭受了二级和三级烧伤甚至截肢 许多人还被弹片击伤 发言人称 来到医院寻求治疗的主要是妇女和儿童 并称这是以色列人直接瞄准住宅和建筑物的结果 该部门还称 由于以色列切断了对加沙地带的宫殿 居民获取医疗服务变得更加困难 这威胁到数百名伤者的性命 该部门后来表示 加沙地带拜特哈嫩镇 唯一一家还在运作的医院暂停了所有服务 原因是以军的持续空袭 封锁了医疗人员进出医院的道路 该部补充说 自7日以来已有9辆救护车成为袭击目标 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 以军9日对加沙地带的两处难民营实施了空袭 并称其为对整个社区的大屠杀 该部门还表示 空袭造成大量人员死亡 尸体仍在寻找中 目前尚未提供死亡人数 下注 打门 下注 感谢观看